这是京剧史上流传最广的传统剧目之一 各种流派多为名家精彩呈现 让苏三这一形象及其故事深入人心 玉堂春既是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也是曲折动人的公案传奇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解读这一名剧 它能带给我们哪些发现 在剧史上流传最广的传统剧目之一 在剧中苏三把下有毒药的食物递给丈夫 段官员单凭苏三的供述 帮他洗脱冤屈等情节 从现代法律的视角又该如何看待 大连海市大学林乐明将为您讲述 京剧中的法文化玉堂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京剧艺术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说到京剧呢我想熟悉与不熟悉的观众啊 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苏三里了红铜线这段唱 苏三里了红红红线 这一小段西皮流水唱腔快知人口 可以说呢是所有京剧唱腔中流传最广 知名度最高的一段 这段唱腔呢就出自著名的京剧传统剧目玉堂春 这出戏呢取材于三颜二拍之一的冯孟龙所著 警示通言 他呢在原著的基础上啊多有艺术加工 经过了几代艺术家的锤炼 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观赏性 这出戏涵盖了京剧弹绝 几乎所有的唱腔版式 那么从京剧玉堂春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法律文化呢 下面啊我们就随着故事的进展一一到来 故事呢发生在明代 全剧以苏三和王金龙的爱情故事为线索 苏三呢是一位一态万芳 一顾倾城 有情有义 虽身处烟花 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痴情少女形象 而王金龙呢是一位风流倜傥 情深义重 人生经历反转 但对爱情始终如一的痴情少年形象 故事的开头呢 苏三啊沦落风尘 是京城中著名的风月场所 宜春院中的铭记 情色双绝 吸引了呢远近的达官贵人 财主土豪 但是苏三不为所动 他内心对纯洁的爱情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有一天 原历部尚书之子王金龙 慕名来到宜春院 剧中的唱词是 初见面银子三百两 吃一杯香茶就动身 有人呢用米价折算过 说明代一两银子啊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六百到八百元 我们姑且按照平均值七百元来计算 三百两银子就是大概二十一万 花二十一万去怡春院就见一面 喝杯茶 王公子出手 真是大方 苏三呢 对王公子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感觉他呢和那些轻浮少年 粗俗土豪 不是一路人 王公子一睹芳荣之后 更是对苏三爱慕有加 二人一见钟情 于是呢就确立了关系 嗜邪白首 王公子为苏三取了个芳名 叫玉堂春 这也就是具名玉堂春的来历 之后 不差钱的王公子 带了三万六千两银子 和今天人民币约两千五百二十万 来到怡春院住 为苏三呢 买了很多金银器皿 盖了两座楼 可谓是有钱就是任性 然而历来的败家公子啊 通常都会被社会胖揍 王金龙呢 在怡春院挥金如土 等到他钱财用尽 就被宝儿下了套 轰出院去 可怜这时的王公子 穷困潦倒 失魂落魄 他只得住到官王庙 然而 王公子啊 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遇到了 真爱他的苏三 苏三到官王庙 私赠银钱给王金龙 使其得意 回转老家南京 王公子自然是感激不尽 二人分开后 就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了 我们先说苏三这一边 有一位山西土豪级富商 沈彦林 花重金将苏三买来为妾 沈彦林呢 将苏三买下来以后 带回他的老家山西洪铜县 十分宠爱 但是苏三呢 心中一直挂念着王公子 不为所动 沈彦林的老婆 皮是本来就与洪铜县的一位 赵监生私通 看到沈彦林宠爱苏三 自然是醋海帆驳 把苏三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想要除掉它 假意殷勤 我们知道呢 山西人爱吃面 他就给苏三做了一碗面条 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面 面中下了毒 赶上呢 苏三没有食欲 就没有吃 整巧过了一会儿 沈彦林回来了 他正好饿了 看到这碗面 就跟苏三说 你不吃 我就吃了吧 苏三呢 并不知道 面里头有毒 就把这碗面 递给了沈彦林 沈彦林 吃完这碗面后 中毒死亡 皮是呢 看到自己的药面 没有毒死苏三 反而毒死了自己的老公 沈彦林 怎肯善罢甘休啊 为了推卸责任 他乘机反咬一口 诬陷苏三 毒杀亲夫 沈彦林 那么 苏三成立犯罪吗 其实啊 不管是明代的法律 还是我们今天的刑法 一个人呢 要成立故意杀人罪 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 在客观上啊 他得实施杀人行为 二呢 是在主观上 他得有杀人的故意 特别是 当几个人 共同犯罪的时候 更需要相互之间呢 有所谓的叫 泛逸联络 也就是说呢 彼此知道 大家在一块 做什么事 而剧中 一个基本前提是 苏三呢 她并不知道 面里头有毒 她以为啊 这就是一碗 普通的面条 根本没有 杀人的故意 并且 她跟皮士之间 也没有犯意联络 她只是 皮士杀人的 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说啊 苏三是不成立犯罪的 虽然依据法律 苏三并不成立犯罪 但是皮士呢 为了给苏三的罪名 做实 就给红铜献牙 行贿 把苏三 去打成招 问成了死罪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是 红铜献 因受贿 而循私枉法 这是一桩 典型的冤案 苏三被定罪后呢 关押在 红铜献女监 今天山西省 红铜献的 明代监狱遗址 仍然被称为 苏三监狱 苏三蒙冤入狱之后 又被押解到 山西省城 太原寿审 这便发生了著名的苏三起介和三堂会审的情节 玉堂春取材于冯孟龙所著的警示通言 字里行间无不铭刻着过往时代的烙印 那么透过苏三起介和三堂会审两个著名的片段 我们又能发现哪些古代法律文化的印记 大连海市大学林乐明将继续为您讲述 京剧中的法文化 玉堂春 苏三被冤枉自然要申冤 古今的刑事案件都不可能是一审中局 因为审案官他也是人 也可能会犯错 所以都需要有司法救济程序 也就是说要给被告人一个申诉的机会 使得之前判决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得以纠正 苏三不服就由监中之人帮忙带写的状子申冤 被戒往省城太原复审 押戒苏三前往太原的呢 是由丑行印宫的老戒差 名字叫崇宫道 押戒途中啊 苏三和崇宫道有很多互动 苏三呢也有很多唱腔 这就是著名的苏三起戒一折 苏三理了红铜线 这段名曲呢就出自这一折戏 崇宫道啊 这个名字很高大上 好像呢有崇尚公道的意味 他出场的时候啊 念了四句定场诗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由天智道 应该说啊 崇宫道本质上还是很善良的 在押戒途中呢 因为天气太热 苏三披家带锁 行走不便 崇宫道呢 私自决定给苏三开家 免他的痛苦 又把自己手里的棍 送给苏三 煮着走 所以呢 苏三被感动了 认崇宫道为义父 并且说呢 他是红铜县里唯一的好人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善良老人 也在念白中呢 道出了心里话 一路上 苏三是回顾案情的前前后后啊 怨恨了很多人 其中就包括牙役三班 分散脏银 崇宫道听完了以后 笑了 说 哟 说着说着 说到我们六扇门来了 什么牙役 不该分散脏银啊 说你也不打听打听 大堂不种黑道 二堂不种高粱 不吃你们打官司的吃谁啊 叫你们这把事 甭说别人 老害我 还从中闹了双鞋穿呢 这段念白呢 很形象地展示了 当时包括狱卒在内的牙役三班 靠着勒索打官司之人 而吃饭的情形 古代的狱卒啊 勒索成性 有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 明清时期啊 狱卒牙役都属于建立的行列 跟奴仆 昌忧 属于一个社会地位 工资更是少得可怜 据考证啊 清代地方政府中 牙役的年薪 大约是六两银子 明代也差不多 那么折合人民币 约为四千二百元 这可是一年的收入啊 还怎么养家糊口 所以呢 狱卒为了生存 就会向在押人犯 以及他们的家属 来勒索财物 本剧借着重工到这个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这个问题 我们再说王金龙这一边 王公子啊 在失魂落魄后 触底反弹 他得到苏三资助后 回到南京呢 是发愤读书 人生命运再次反转 金榜得重 做到了八辅寻暗 我想这个词呢 大家是耳熟能详 因为很多古装剧中 都有八辅寻暗这个称谓 那么八辅寻暗到底在历史上 对应的是什么官职呢 其实啊 八辅寻暗是戏曲演绎 民间故事中 对于监察御史的俗称 明朝初年 太祖朱元璋 改御史台为督察院 负责呢 纠察百官 督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 每年轮换出京 寻查各省 待天子寻寿 负责呢 纠察弹劾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 每到一个地方 都要先审理 再压罪囚 查阅案件 以审查这些案件 是否存在错判的情形 王金龙呢 虽然做了八辅寻暗 但是心中一直不忘苏三 无巧不成书 王金龙正好到山西寻查 来到省城太原后 查阅案件 发现了所谓的苏三 某死亲夫一案 当年嗜邪白手的苏三 怎么嫁人了呢 不嫁人 哪来的亲夫啊 苏三怎么还卷入了 某死亲夫一案 并且被判了死罪呢 惊喜也好 担心也罢 背后呢 其实都是王金龙 对苏三的一往情深 这也使得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通过复审 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此呢 这两条线又合一了 苏三和王金龙 这对旧日相好 在太原重逢 只不过呢 这个时候 一个是被冤枉的接下囚 另一个是高高在上的 寻暗大人 接下来呢 就是审理所谓 苏三 某死亲夫一案 那么三堂会审 是哪三堂呢 王金龙的身份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另外的两方 是山西藩台潘毕正 和涅台刘炳毅 明朝啊 在地方各省设立三司 其中呢 承宣布政史司 掌管行政 简称叫藩司 提刑暗查史司 掌管司法与监察 简称叫涅司 布政史是从二批 暗查史是正三品 那么潘毕正的官 比刘炳毅要大一点 而我们京剧舞台上 红色官衣 通常比蓝色官衣 品级要高 所以呢 同为老生硬工的 潘毕正 穿红色官衣 而刘炳毅 穿蓝色官衣 这两个人呢 在舞台上 一红一蓝 呈现了精彩的艺术效果 凸显了这出戏的观赏性 三堂会审中 苏三有大段动听的唱腔 回顾了自己与王公子 相识相爱的经过 自己蒙冤的案情 以及之前的审理过程 然而 审理刚刚开始 就险些出了问题 因为苏三开头的 第一句唱就是 玉堂春跪置在督察院 状字上写的 申诉人名字叫苏三 而苏三呢 口称自己叫玉堂春 可见她是多么重视 王公子给自己起的 这个方明啊 可是这样一来呢 身份就不符啊 所以 涅台刘炳毅 贺令 看斩 斩呢 是一种刑剧 苏三非常害怕 一个柔弱女子 被唐威贺令 所震慑 她唱了一句哭头 啊 大人啊 这句唱呢 让上面的王金龙 心都碎了 怕被人看出来 她只能手忙脚乱的 拿起状子 假装再看 幸好 苏三及时辩解求情 审案官呢 也没有深究 就继续往下审理 苏三呢 在前半部分的唱腔中啊 回忆了自己与王公子的 爱情故事 自然会使性情中人 王金龙一起当年往事 特别是呢 回忆到自己 失魂落魄 苏三赠淫的时候 难言感激 至爱 如果不是被潘毕正 和刘炳毅拦住 她呢 险些就当着众人的面 当堂相认了 无奈呢 她只得假托 旧病复发 身体不爽 自请回避 让潘流二人 代审 而因参与会审的 涅台翻台呢 也都是官场老游子 在审理过程中呢 也都看出了 在座的这位 寻案大人 就是当年的 王公子 接下来 潘毕正和刘炳毅 继续审理 苏三的案件 这才从刚才的铺垫 转入案情的 关键部分 苏三后半部分的唱腔 讲述了王公子走后 自己被迈到山西的经历 其中就包含了 沈彦林死亡的真相 真相是呢 沈彦林是被皮尸堵死 而自己呢 是被冤枉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内容 正是苏三的这段供述 让在座的审案官 形成了苏三无罪的 司法判断 由此 苏三才得以被改判无罪 经过三堂会审 苏三最终被改判无罪 他和王金龙也得以 破镜成员 结局大快人心 然而 在戏曲中 苏三被改判无罪的关键 是段官员采信了他自己的一段供述 段官员这种处理案件的方式 从现代法律角度 该如何评价 苏三曾是一名烟花女子 她和已担任朝廷命官的 王金龙终成眷属 这在当时的法律上 又是否存在障碍 大连海事大学林乐明 将继续为您讲述 经剧中的法文化 玉堂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官剑唱腔 通常的唱词 是这样表述的 在洪铜县 住了一年整 那皮是贱人 启毒心 一碗要面 赴奴手 奴回手赋予了 审官人 官人不解其中意 他吃了一口哼一声 昏昏沉沉倒在地 七孔流血 他就命归因 从法律视角看 这段唱词 对于案情表达的 不够清晰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苏三之所以无罪 是因为 她自己没有犯罪故意 并且她和皮士 也没有犯意联络 而要说明白这一点 一定要表达出 一个核心 就是我不知情 然而通常的唱词中 官人不解其中意 只能表明 沈彦霖不知情 可是沈彦霖 她在本案中 是被害人的角色 她之不知情 并不影响苏三 有罪无罪 因此 这段唱词 欠缺的是 苏三对于自己 不知情的 明确表述 有的演员 就对这一点 做了改动 把唱词改为 奴回首 赋予了沈彦霖 她也不解其中意 我感觉 这两句唱词 改得很好 一方面 苏三对王金龙 爱得深沉 忠贞不渝 她是被买为妾的 对沈彦霖 不会有感情 因而直呼她 沈彦霖 比称呼她 沈官人 更加符合 苏三的个性 而另一方面呢 也是更为关键的 她也不解其中意 这一句中的 也字 用得很好 这个不起眼的字 就能够说明 面里有毒 这件事 苏三和沈彦霖 都不知情 这样一来呢 就比较清晰地表达了 上面的那个 关键问题 我不知情 从而为苏三无罪 奠定了基础 潘毕正和刘炳毅呢 在听完苏三 后面的供述之后 越发感觉此案 不同寻常 商议之后呢 把球 踢回给了王金龙 二人回避 如此一来呢 当堂除衙役之外 只有王金龙和苏三 王金龙呢 应顾及唐威和官威 而不能当堂相认的 内心煎熬啊 再一次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其实案情已明 王金龙不方便自己改判 就让苏三暂且出院 回头开脱他的死罪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庭审到此结束 择日宣判 三堂会审结束后 王金龙当天夜晚 乔装改办 到监中探望苏三 分别多年的苏三 与王金龙 终于在监中团聚 倾诉钟情 之后啊 王金龙 潘比正 刘炳毅三人 重新升堂 做出判决 苏三改判无罪 得与王公子团圆 真兄皮士呢 被凌迟处死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 私通奸夫 可谓是 善者美满团圆 恶人罪有应得 符合我们讲故事时的 大团圆结局 苏三的冤情呢 能够平反 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 他到太原之后 遇到的主审官 恰好是 旧日相好 王金龙 应该说呢 这一偶然因素啊 对整个案件的走向 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 所以说 苏三是幸运的 可是如果我们 从法律视角来审视 这段复审的过程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整个三堂会审 其实就只审了 苏三一个人 证据呢 也只有苏三 对案情的回顾 与供述 并没有 比如说 物证 证人证言 等等 其他证据来佐证 仅仅呢 依据苏三的供述 就改判其无罪 判疲释死罪 应该说啊 证据还是不够充分的 判决呢 可以说是缺少依据的 这里边呢 其实存在一个视角的问题 我们作为观众来看戏啊 欣赏过了前面的故事 知道苏三 他不是犯罪人 真凶是疲释 可是呢 作为审案官 他们并不知道 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案情 都要通过证据来回溯 没有充分的证据 就没法使案情得以重现 更无法做出判决 因此 本剧原版结局的背后啊 可以说是存在 比较明显的法律漏洞的 这呢 也体现出 京剧舞台 更加重视的是 剧目的故事性和观赏性 对于法律细节方面 不是很重视 对于苏三和王金龙 团圆的结局 细心的观众呢 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 别忘了苏三 曾经是烟花女子 而王金龙呢 本来是吏部尚书之子 后来做了八府寻案 二人虽然情真义切 但是身份迥异 而我们古代呢 婚姻非常重视身份 那么他们还能够团圆吗 换言之 当时的法律 是否允许二人结婚呢 在这个问题上啊 京剧在原著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艺术加工 冯孟龙的原著中啊 苏三出身良民之家 后来被卖给了岳户 而岳户呢 是古代一种专门的建民户籍 古代良建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大明律规定 不仅官员自身 连官员的子孙 也不得取岳人为妻妾 这就使得原著中 二人很难团圆 而京剧玉堂春 在这一点上 取消了苏三的岳人身份 从而扫清了 她与王金龙团圆的障碍 能够使得有情人 忠诚眷属 这种艺术加工 符合人们对于 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本剧呢 一改大多数爱情题材的戏曲故事中 痴情女子傅心汉的模板 痴情女子苏三 遇到了同样痴情的男儿 王金龙 这两个人呢 都从依而终 忠贞不渝 不管他们身份 境遇如何变化 不变的是挚爱 可谓痴情女子痴情汉 这出戏能够流传甚广 久眼不衰 除了艺术层面的成就之外 也有观众在观看 二人挚爱故事时 所寄托的希望追求 甚至是亲线 最后呢 我用一首小诗 作为本讲的结语 苏三本是痴情女 谁知金龙亦多情 友情终究成眷属 美满结局 记真情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在包公戏扎美案中 陈世美被判处死刑 可谓大快人心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 分析案件的判法 戏与法是否完全吻合呢 比如包公先斩后奏 她有没有这样的权利 下期播出 京剧中的法文化 陈世美的罪与法 下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